我住在潮湿的森林 泛著淡藍色的光雨 灰色的農木林 再一次 看到一部很精彩的電影 或者是很精彩的演員的演出 會覺得就是一種爽快這樣子 我覺得所謂好好的看一部電影 並不是你坐在電影中 或者坐在家裡頭看DVD 看完一部電影而已 我覺得是當你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你還會去思索 跟那個所謂的完整性 是包括電影帶給你的延伸的思考 跟討論 就是我覺得有時候看到一部好電影 完完整整看完 然後再延伸那個心情 然後剛好在車上聽到一個自己 那麼習慣的音樂 然後就覺得啊 就是人生很完整 然後就覺得哇好好好棒 我就覺得我這一生如果現在死掉 我就覺得沒有遺憾的那種感覺 所以有時候那個電影的 帶個人的力量 跟那個影響 我覺得很美好 那個電影叫做 東京貼塔 他是在講 媽媽跟一個獨生子的故事 然後其實我就是 我家也是這樣 只有我媽跟我獨生子 所以看那部片都特別 特別有感觸 就裡面那個獨生子也是年大學 然後很多人都在打麻將 就好像看到自己在 在演我的紀錄片的感覺 然後媽媽很辛苦賺錢啊 然後對他的兒子很好這樣子 最後 然後最後 那個兒子就是 最後就開始工作了 然後想把媽媽借來東京住 想帶他去看東京鐵塔 可是 他媽媽到東京就是沒過多久 就過世了 然後他就帶著他媽的鼓堆 去東京鐵塔說媽 你看我們來看 反正那部片我哭得超慘的喔 就是 完全是氣不成聲這樣 就是會哭到有聲音的 電影院的人都會看我的那種 我喜歡看的是 那個 《潛水終於不點》 然後 跟那個 最近看的是《逆轉人生》 因為他兩個片 都 很落淚的 很感人的片子 是因為 他們都很有才華 可是身體都 出了問題 然後我覺得 健康這件事情是 人生一個很關鍵的東西 就是大家應該都要注意健康 因為 當你們不健康的時候 你會發現 所有的一切 好像都 不可能了 所有的夢 所有的 開心 好像都變得很奇怪 很走樣 所以我看那部片的時候 我都會 幻想說 如果我有一天 我也中風了 那 我會怎麼樣 我的人生會是什麼樣子 然後就會告訴自己 都要少吃一點 那 那一個就不一樣 打麻將 打麻將 你打嗎 我十歲就開始 哇 現在超強的 你會打嗎 對 聽起來是慢了一點 沒有 不慢很快 不慢不厲害 那我們三圈一怎麼辦 他目前很快 我目前很快 我想要辦那個 樂團杯麻將賽 真的嗎 很酷耶 歡迎參加 好的 我們在一起 我們回到 我們聊天 我們去一起